只有到新加坡工作的马劳才能体会这八件事,若你是其中一分子,肯定会赞同。 Nobu! 我们都知道大马经济萧条,到新加坡打工赚新币几乎是大家的目标。 渐渐的,许多人也成了所谓的马劳。 然而,赚新币是好事,背后得付出多少努力,才能赚到一口饭吃啊。 就这样,也只有马劳才懂以下这些事。 1. 特别舍得在大马花钱。 他们赚的是新币,所以回马也特别好花。 毕竟从兑换率来说,大马的东西真的便宜好多。 你会发现,许多人回乡时也会带走日用品钱粮去新加坡。 总之就是把他们都装进行李箱就对了。 照片来源,HKTDC。 2. 灰箱必定Supra玩大马美食。 大家吃惯了大马美食,假期难得回来一定要吃个够短吗? 什么Nossi Lamec,肉骨茶,Lexa,Mozak,福建面铜沙。 话说回来,明明新加坡也有这些食物,但味道就是不一样的。 照片来源,乐活的大访Apps旅行玩乐学。 3. 灰色的机票都很贵。 说实话,虽然大马和新加坡距离不远,但是那些飞机票真的很贵的说。 特别是在一些peak season,回大马机票前都可以飞一趟韩国了。 4. Grab Uber是最好的朋友。 在新加坡,大马人都是搭公交上班,所以Grab Uber也成了他们的代步工具。 不管要越低到柔佛还是哪里都好,只要一键按下就有司机在你卡。 只不过,花费也是不便宜的说。 照片来源,The Business Times。 5. 周末不懂去哪里。 5. 大家到诗城都是为了赚钱。 5. 一旦到了周末,对他们来说是件很sad的事。 特别是一个人不懂要去哪里,就算有了朋友也只能去打排档吃东西。 要省钱嘛,好像真的没什么好玩了。 6. 努力得到PR资格。 大马人拼搏就是希望有天可以在新加坡拿到PR资格。 只不过这关不是那么容易创的呀。 如果你幸运的话,一事就能得到。 但是很不巧,有些人申请了几次,最终还是失望而归,所以申请PR的人还是要有心理准备啦。 7. 骑摩托上班。 7. 为了节省开销,许多大马人都居住在柔佛,然后每天骑摩托越低去上班。 最累人的是大家还要在Custon排队过境。 7. 为了避免上班迟到,他们一大清早四点钟就得出门去了。 所以说当马劳真的一点也不容易。 照片来源,Titles。 8. 搞错食物名称。 虽说大马和新加坡的食物差不多,但名称还是有些小分别。 小编在这里给你举个例子,大马人都习惯叫印度煎饼为Roti Kamei, 相反的,新加坡人叫印度煎饼为Protter。 所以你在诗城叫Roti Kamei,那些人应该会听到猛茶茶哦。 照片来源,Passion Made Possible。 马劳这条路真的不容易走。 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大家只好咬紧牙根走下去。 但也不要忘了,记得多照顾自己,毕竟健康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你还可以阅读,只有左撇子的大马人才会了解这九项烦恼。 多么痛的领悟啊,说了全都是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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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